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这个手图的一个制作就网络上什么叫手图了就这个我们平常看到的就是你淘宝买东西的时候第一张那个就比如说现在看到啊这张这种就叫手图那就今天就来说啊对呃给你们说一下怎么去弄一次那就按那第一张就简单点就我平常哪这是我弄一个底那白色底然后再加一个这样子一个图形的吧那这是我常做的那这次我们来做一个简单 很快点的那我比如说我现在就要做这个图吧就这张吧然后就点这个pinscreen 那pinscreen我点了以后对吧因为对呃其实我是不太介意说我做视频的方法公布出来这这小问题然后pinscreen以后 ctrl 下v ctrl 下v以后那你看这张这样图形哦对吧那我们先把它选取功能选上一下啊那这个排版这个东西你们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来啊 然后再下来那这个东西就抠图那你们前面可能练了不少啊那我现在我一样 这样子呃抠一下对吧反正就是一样记得这个箭头等等东西你们要我哪个好好练习一下这个东西 因为对然后比如说像这种啊这些东西啊那我现在扣的好也是扣的随意这样子 呃然后这样子对吧呃就这样呃当然你们说能不能用说快那个快速选择工具 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样子我们呢就这样呃抠一次这个对吧那那那当然这张以后我们会做比较复杂 只是说第一张我们会弄一张简单一点的对吧然后就弄一个排版这样子吗对吧 等我我觉得你们在等我意思好那比如说我们刚刚的图层公主叫J对吧 然后这时候我们得选一个W对吧W快速选择工具那你看到这个东西好像好像没有完全选择没有关系反正我我们一样对吧 把这个给删掉吧多的这个那这个也隐藏一下哎你看到对那这个就有了呗 那我们可以再这样子再用一个快速选择工具对吧是对不好意思啊看能不能看来是不行 那我们还是要用一个或者呃也可应该磨棒的视角啊磨棒也不行这里已经破了那还是要用一个钢笔工具 那所以说像手图这个东西吧他讲求的就是很简单一个东西就是快他不讲究别的好看凡你有少少有点排版的对吧都会好看 那通常是怎么做就是呃就点几下ok那就ok然后不ok的话那就不ok这样子好那这样子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扣了啊 然后比如说现在这样子controller enter我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层出来也可以controll street加i返选返选你看到外围有多一个曲线对外围的这个然后删掉啊就是这样子啊 怎么controll street加i返选就是说我要选区我要相反的选区这样子好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比如说那现在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一个我要的一个收服啊 那那如果是说呃我叫b那我们再回来一遍我们再做一个别的东西好吧 输入法我切换一下不好意思啊那比如说现在这个对我觉得你countercounter应该差不多吧那counter那个完全就是一个训练量的问题啊那比如说呃现在这样子比如说呃这两个已经有了是吧那我这样子刚刚忘了不好意思应该是这样子我把这个调整百分之五十透明度然后对我把这个给它拉大一点然后把它稳了 论稳了啊那当然这个东西对吧我们差不多我来就可以了那对其实我呃对ok 比如说现在这样子差不多吧可以吧然后比如说我我把拉到嘴底底下啊回去一百啊那这样子就是像我们一开始复制的那个图 那我我想做什么对我想比较一个一那怎么样比如说现在这样图那红桌下l之前说过调过按 哎你看对把这边一条哎你看银子就出来了多余的部分你看这里好像有两线那怎么办点下意我们把多余的给上掉啊这边上下你看是不是那就ok了这样子就弄一个这样子音那就整个效果是不是就很棒了那通常你说怎么弄你其实就这么弄就说找一张本身有阴影的图 然后呢就把刚刚那个平衡度给破坏了那把把把白色的各种就白色去曝光然后再把多一个部分删掉哎这个英文就非常逼真的对那就是一张非常简单的手工制作那下一张我会找一下有文字上的怎么样复杂的炒肚然后就给大家再做一遍好的那一个视频就到这谢谢大家